传说一万年前的植物大陆有三个强大的家族 分别是 由霸王教带领的野兽家族 由毁灭大地带领的蘑菇家族 还有法老战神带领的豌豆家族 有他们在 僵尸根本不敢踏入植物大陆半步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最强的豌豆家族却慢慢衰退 现在的豌豆后代全都是一些最最普通的C级植物 因此他们也经常遭到其他家族的欺负 你们豌豆家族全都是垃圾 就是就是 这么弱竟然还敢出门 再让我看到你们就见一次打一次 弱小的豌豆们也只能站着乖乖挨打 这天 豌豆组长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家人们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必须要站起来了 可是就凭我们这些菜鸡能做什么呢 我听说 我们老祖宗的法老战神凯甲 被镇压在僵尸峡谷 只要能拿到它 我们豌豆家族就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僵尸峡谷那么危险 谁去呢 我推荐小豌豆去 毕竟它是我们这里唯一一个击败过小鬼僵尸的 哎呦我去 好 小豌豆 那就你去 于是小豌豆独自来到了僵尸峡谷 来者何人 我是小豌豆 我是为了法老战神铠甲而来 小豌豆 你勇气可加 但想要拿到铠甲 你就必须击败峡谷里的三波僵尸 可如果失败了 你就会被永远留在里面 你还敢进去吗 为了豌豆家族 说什么我都要拼一次 说完 小豌豆就来到了峡谷里面 这时第一波的僵尸冲了出来 可是小豌豆的攻击力实在太弱 根本不是僵尸的对手 小伙伴们 听说现在发送一波快快快 每个快快快都能为小豌豆增加99点攻击力哦 有了小伙伴们的帮忙 小豌豆的攻击明显变强了很多 一番战斗之后 第一波僵尸被成功击败 紧接着第二波的僵尸冲了出来 这一波的僵尸防御和攻击更强了 小豌豆现在的攻击也不足以对付这些僵尸 听说长安点赞三秒 就能升级小豌豆的子弹攻击 点赞越多 升级的就越快了 小豌豆现在的子弹附加了火焰爆炸技能 具有很强的穿透伤害 看来这一次 小豌豆应该也能成功通过 果然 小豌豆击败了僵尸 最后冲出来的是强大的巨人三兄弟 小豌豆这一次危险了 不过听说只要现在发送一波雷霆击碎黑暗 就有几率召唤雷电之力来帮助小豌豆哦 太强了 连强大的巨人僵尸也不是对手 最后被小豌豆成功击败 闯关成功后小豌豆也顺利拿到了铠甲 从此 豌豆家族又成为了植物国的最强家族 修活了 墨长 新来帮助发呈好 猫 宝别